Yo! 我是William 我是Sunny 我們今天來到深水堡和太子附近 這裡叫做黃竹街 今天我們來到卡拉布蘭 在西宮開出來的一間咖啡店 聽聞這間叫網紅咖啡 看門口也挺有特色的 讓大家看看 它開到好像一間以前的雞料店 有啊 不要這樣說 我們講到70年代的古式裝修 裡面是中西合璧 外面有鐵閘 裡面有玻璃屋 還有吊線 最特別是聽聞裡面有個很漂亮的白色旋轉樓梯 很多年輕人在門口排隊 每個人都 搞到我和Sunny 年輕很多 會不會覺得我們有一些文青 問我自己 是OK的 OK的 好 繼續等 我們都等了一個小時 其實它在西貢開出來的 好 麻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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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進來這裡 這裡的裝修就是這樣 這個特色就是打敲位 就是這個樓梯 就可以走過拍照 這個就是一個網路 對 那這裡呢 就 因為呢 它說這個五點半就截燈 其實它有很多 一些食物 但是它的廚房就收五點半 其實我們就排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就 現在只剩下咖啡 和一些 蛋糕 這樣 看看等一下蛋糕好不好吃 剛剛說到我們社交距離 我們現在三個人就坐這麼小的桌 就不准動來動去 說到沒有 還有一些裝飾 還有一些小燈 還有一些這樣的畫 就打了一個燈 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 這裡的樓底 根本就是把兩層的單位 縮起來 變成一層 所以這個空間就是非常大 它還有一些這樣的 這些叫什麼椅子呢 這些叫做 都是叫卡位 其實可能是冷板 它是 是石屎來的 水泥椅 我叫它水泥椅 我叫它水泥椅 有鋪箭 後面有個鐵皮 這樣 就變成一個 很有叫做工業風的座位 這樣 這裡都幾多一些 年輕的 女仔 我想有些人拍拖 這樣 這樣 都幾特別的 中西合璧 門口有一個鐵閘 這樣 對 我眼睛覺得好像賣雞糧 好像以前那些 好像那些零食 以前那些零食的店 以前那些零食的店 就是吃小時候賣零食的那些 都不像 好像 文教功夫 我覺得 可能沒有問題 是同一個年級 不過裡面就賣這些 蛋糕 好 我現在探望這個樓梯的地方 看看有什麼特色 這裡 就有一個旋轉樓梯 以綠色的格調為主 這裡有個好像 這個是不是球身那些 我不知道 我們繼續走 這個樓梯 旁邊是打光燈的 對 就旋轉式 應該是不是上面還有一層呢 它上面是沒有的 它這個是純粹一些 snow room 限人止步 這樣 Sorry 什麼意思 OK 就是這樣 那我在這裡拍下去 其實都挺舒服的 我覺得都 這個它們的菜單 其實一張 一本的那些 上學的那些 夾粒糞便 就有一些 這樣梅菜的紙皮 那樣 那又有些 意識咖啡 招牌咖啡 應該是一些 特色一點 這些就 有些什麼鴛鴦 那它還有些 還有些什麼特別的飲料呢 有子蜜薑茶 這些是普通的 這些 那 black tea 發雀茶 這些都是應該茶包的 來的 OK 那還有些沙律 出錢一丁 那是茶餐廳 來的 有all day breakfast 有些叫做 牛角包 鬆餅 意粉 還有些 Carbonara 黑蒜野菌 三文魚便衣粉 這些其實都是 比較普通 但我比較覺得特色 就是這裏 叫單品咖啡 single organ coffee 還有一些特色的 牙買加藍山一號水 沖出來的 但是比較偏貴的 這些就 百多元一杯 這樣 那有些都是 阿草亞比亞這些 它用一些特色的水來沖 那就 約七十多元這樣 那 那 如果喜歡喝什麼特別的咖啡豆呢 那 我覺得都可以一試的 那 如果其實這些那麼刁鑽的咖啡 我相信 那些人都會買咖啡豆回家 自己出來喝的 其實 那 這裡有說 山豆的處理方法 怎樣水洗 日曬半水洗 黑麥 那 有興趣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 差不多了 就是 我覺得這裡主要是 網紅打卡咖啡 比較 鬆一點 特色一點 悠閒一點的感覺 那 新年來的 藍莓Cheese Cake 就來到了 那 這個就是他們的 Track Ride 我坐著這張椅子 它就是這樣 木桶 上面加一塊木板 這樣 那 桌子真的超級小 應該是可以 這裡 一纜 兩纜手 這張桌子真的 我這個呢 是這個 Espresso的 鴨鴨 它說是 即是鴨鴨 鴨鴨 鴨 有咖啡 有茶 有茶 有茶嗎 混合在一起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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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它不甜的 跟我們 平常的奶茶和鴨鴨 是很大分別 它茶味一點味都沒有 咖啡味都沒有 咖啡味 很乖 所以是不好喝的 哈哈 不好喝 那你這個呢 我這杯 Fat White 正正常常 正常常 它做得挺漂亮的 整個Live Five 出來的效果 有人喝下去 就 好多豆味 OK 即是跟我們平常喝的 Nespresso 那些 我們那些還好喝 應該 Capsule Capsule 還好喝 不要喝啦 來 因為有氣氛 那倒是 OK 我們試試看Cake 這個 我這個叫Toffel 上面有些 應該叫做蝶豆花 我猜應該 是嗎 我猜而已 可能不是的 先試試 它的表面有點像些 啫喱 它的Cake 是出色過咖啡很多的 很軟滑 還有很香 那個 Toffel味的 這個 涼涼的 有點 像吃點 真的 蛋糕 Toffel蛋糕是很滑很香 上面有一層 好像 Pancake的啫喱在上面 還有那種Toffel味很香 它有一點點巧克力味 可能有些巧克力醬 這個好吃 這個 對 不算很甜 試試這個 Bruberry Cheesecake 它的味道真的好像我們自己做 這個Cheese不太強 就比較有蛋糕 感覺多一點 好 這條片 是這裡 我覺得咖啡 就 好像不太大聲 說人 一般般的咖啡 打卡地點 是挺舒服的 沒錯 在這裡拍照 打卡 聊聊天 開心的 但這個蛋糕很好吃的 這個蛋糕 OK的 這裡也值得來 打卡 喜歡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鐘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